牡丹呢 它是跟着它的金木、它的花朵、花类、叶子 很复杂画起来 好多人喜欢画牡丹 但是画牡丹画得好的就很少 就像唱歌一样 谁都会唱 但是最后唱得很好的就很少 而且这个牡丹呢就是叶子很不好安排 有的人画了几十年了 最后画到最后叶子没办法安排 一安排就不行了 就是画画呢没有捷径可找 也就是多练 多看多练 再一个写生 小孩子们就是说你们那个别地方去书林啊 看个书啊 画画书啊 画画那个手 这样子 像三水就更麻烦了 因为你画三的 三又看起来很远 上面那个那个这个单子上的这个红的染上了 你就没办法 我也离手带着弄红了 就是要画出一五千千里的这个感觉 下去它拉得很远 这个很远就是用墨 有的地方啊 有的深墨浅墨 有的墨堆起来 完了以后用的颜色给它调下去 那来两次称一下 你再给它下去 就一个立体的那个感觉啊 不能画平了 花牡丹的颜色很多啊 长的呢 什么红的 有牡丹红 还有白的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就是画那个小花朵大花朵是怎么画的 一点一点的来啊 你看啊 这两笔就决定一个花 就说往那边开 哎 往这边开还是往这边开它 这两笔就决定它 从这个画 对 小花 小画的时候 然后小里面画就是画个刚开的那种的花包 就从上面看 这样 这样 哎 这就是花包了 半开不开的花包了 这样啊 一边比较深一点 你看,这花枣,花得更小一点 你看,更小一点,但是这两种椰子一定要出现 花就往这边开了,这花个大一点的 这两米就决定它往哪边开 来,它就往上开 你看啊,越看越大 但画这个,画梅花也好,画这个很呆 最怕是整齐了,对吧整齐? 整整齐齐了,那就不行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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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刮到最往上的时候 你再调点油腌制生的 你再调到油腌制以后 把这个羊面给它调出来 咱们就是刮的时候别怕 一边刮了这不能下瓶 有的人说这个地方画了 我再没办法下瓶了 没关系 你在这上面抹吧 我单身就是抹的花最好画 但是画好这个花确实是下一个地方 还是不真的 这个花瓣给它流出来缺口 流出来缺口它就漂亮 你把它堵死了它就不好看了 一定要这样有出缺口 这个牡丹呢 比较神奇 神奇在哪个地方呢 它叫干彩牡丹 你们见过牡丹 有个洛阳牡丹 中国洛阳牡丹是最出名的 但是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啊 现在哪个地方都有 现在以前的牡丹小 现在培育的牡丹很大了 这么大 很大了 很漂亮 第一人还得告我现在新出来的牡丹 很漂亮 它神奇在哪个地方啊 它那个出来的时候就是 半年是墓本的 哎 春天到了以后 从墓本发出来 就发出来就是 就是花包了 漂亮 所以人们也就是很吸引这个牡丹 长这么厚 还有一个所有 所有你们叫做 草本的 出来以后 经营完了以后再开花 花也很漂亮 很大 但是呢 就说 这个跟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木头木制的 半截是就能灌过的 半截是呢 那个 所有就是草本的 就不一样 还是一样 花花的时候 把这个笔呢 就是说花粉的 哎 我这个颜色呢 也是 你看 淡水 把这个颜色 淡的时候 吃点水 你要深一点的话 就少弄得水 我它要润 用什么来润呢 就用这个水 来润这个颜色 把它在这儿调和啊 它的叶子是三叉九顶啊 把这个三叉九顶啊 把这个三叉九顶啊 哦 哦 这个叫做一叉叉叉叉 它的颜色红了以后 就 花就脏了 就换牡丹 换牡丹了 最后它就是颜色脏了 脏了 脏了以后一上去 就不好看了 叶子就 这些东西都不好看了 把它去 连擦了点 有的方家是不用白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为了明显的狠 我就给用点白的 再画一个粉的给你看看啊 也是 比头上在你这个深一点的 你往这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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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这边走 我看它这个大的就是 可以看这个东西 大多 里面画的时候 把这颜色调深一点 哎 它这有钱吗 嗯 嗯 它这边画的感觉 这是花青啊 这是花青 叶子是花青和黄的 橙黄呢 就是比较亮的 橙黄跟花青合在一起 它就是绿的 浅绿和深绿的颜色 就比你这个 一多一少 哪个多哪个少 想要绿的深一点 那你就是 嗯 花青多一点 想要浅一点 那就是 黄的多一点 橙黄多一点 就看你怎么配 就看你怎么配 嗯 有磨一点 就是来点磨 也很好的 叶子还要压点磨 不然它炫了以后就不好看了 也是 人家说大红大绿啊 很 很俗的很 要不就蓝色 蓝色那就是花青多一点 要不就蓝色 蓝色那就是黄多一点 所以这牡丹呢很麻烦 画起来很麻烦 没有那个竹子在那样子就是 但是你别呸得很 别呸得很 也好画 这花花回了以后 它这个地方有个花拖 看来 就刚长出来的时候 就有个花拖了 不是 赞 看来 不是 刚才 ilton 它这样包着叶子刚美开的时候 全面平成叶子 包着它一点一点就长大了 像这样的去少画一点 少画一点 什么叫三叉九顶的叶子呢 可能是你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啊 人家没有细看过 它这样长出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是这样 哎,你擦 哎,这个地方再分出来一点 这样 三个叉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就是这个 一个织出来的以后 你看,织出来的以后 有,你看,九个点 有,你看,三个叉,不叉 这叉分的还不对 你看,这个这个,不叉 你看,这个,不叉 然后具体的往这个里画的时候 就要好看,飘逸得很 不能说太死了,三叉就能不能圆化画的上面去 那它就感觉长成这样 这是一根就是蘑菇画画的那个样子啊 还有一种勾的 勾的牡丹呢 跟那个其他的勾的一样 就是,勾的时候也是,哎,这样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勾,啊,在这个地方 你要画边,一个画边,这样,勾上 这是古人就这样画的,画的那是什么 人,这样 画了以后,画完了以后 就给它把颜色填上 这是一种方法 工笔画也是这种像勾 勾完了以后就要把颜色填上 工笔画有个比你们好学的就是 就是造一个这样的稿子,把它擦在上面 棉花下的,也贴,也可以 好多事情都干的嘛 但是像靴的那个杂,就是你 这个画呢,就是比较什么,怎么说呢 彰显你个人的这个才能啊 别张扬你自己的这个个性 画到最后是你自己的顿性画出来的 别人都不一样,一个人画出来是一个样子 手法不一样 手法不一样 这一个呢,它的那个也不一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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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底下就这个,这个怎么办啊 你看,画出来就这样 现在呢,就说我画了这么多了 这样吧,孩子你上来,试试来 颜色呢,这个,头上一定有深一点 一个鼻,鼻上有一两种颜色 或者三种颜色,慢慢给它试生了 这样,慢慢给它试生了 画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画,也可以这样 这样画别,这样画别,这样画别 嗯,这个困境上都有一个设计 这个困境上都有一个设计 画一个花瓣 嗯,画 诶,就画这个花瓣,你看 你看,一半,就是一半,对吧 那我再加一半,从这个地方,诶,加一半 对吧,再往上调,再往上调,关上门,它就是花瓣,诶,中间呢 这个深的调起来 诶,还又是一层,对吧,来,摔摔 嗯,在这 嗯,诶,很好诶,很漂亮,对吧 你觉得漂亮不 对,在这个地方搭上 这样一下,方向 它往那边开,已经绝对它往那边开了 对吧,对吧 再往那里画,这里呢,就沾水 水很重要,水跟颜色 水跟这个墨啊,这些关系很重要 这就是中国画,中国画跟水啊,这些 你们视频上看看也是 来,来,来,拿上,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往小里画,往这个地方开 来,再来,这一点,那就是个花瓣了,主要是画的这样才,你看啊,这个地方不像太,就是,齐了,齐了以后就死了,你得吧 嗯,再来,再去那试试啊 嗯,再来,再去那试试啊,伯伯 在这试吧 嗯,是吧 在这,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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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thank you 祖约是她的糸法很多呀 不管画梅花也好,画蓝草也好 画这个五单分手的章法是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复取 你这个画怎么像古文章一样 你写些什么 表现什么 来 这样拿上去 这个 菜不是有这个黑的吗 你也刷到这个地方 再往上去 你看 这个五单 从这个地方 这样一笔 这样一笔 哦 画得往上去 对 往大里画 就一笔一笔往下画 往小里面画 一笔再一点 上画 其实这个颜色很难掌握 生前很难掌握的 这画五单主要是颜色整个好找 它主要玩的就是颜色 你看 像你们刚学的 就是白的放上 白的放上 白的放上以后呢 把这个底部整个 这样 看个颜色好不好看 它在这个指上最小 是啥 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尖上来生了 那是不同的段 对对对 一个平台有三种颜色 对 这样就五单就活了 它五单开的也是一样 花瓣就是 花瓣就是 花瓣的根前就剩 开开开 这个 是一个比尖 比重 对 对 对 你看 这个地方强 这个地方是比较 还是最深 它要画出来 它一直剩 就活了 来 随便随便 白的地方你去试吧 那个时候呢 咽的这个质 不然的话这就跑了 你就咽到这个地方 嗯 哎 好呢 就这样呗 其实就这样 就是大了一点点 就是大了一点点 小了一点点 嗯 这个试试很好啊 它不是 它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试试 它就感觉 哎 哎 黄黄绿的感觉 来 哎 小伙伯 来来来 拿个别害怕 哎 这也拿到了 你看啊 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 哎 哎 有花包花 对不 你看 哎 哎 好多了 哎 开了 开了 好看吗 好看吧 谢谢奶奶了 哎 还有了一下 还有了一下 嗯 再来一下 哦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 哎 不错 哎 真的不错 谢谢奶奶了 嗯 不错不错 谢谢 来 我看你画了 那样画的挺好 还是有忘记的 没没 我这样画的 哈哈哈 趁热 那样贴 嗯 可以 可以 对 对 对 其实就这么画 就这么画 对 你是填的 先填的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填的 你先调蛋的 嗯 对 比如说白的 白的一般的人都不用白的 刚学嘛 你就把白的调上 哦 因为这些字不好调 对 就这白的 就这白的 很白的 太白 太白 它叫太白 哦 就是这个 你要画 因为这个花呢 你别看牡丹 它也就是 也碰这个阴凉啊 谢谢 蛋的里面 阴的 羊的里面就生了 再给你画这边 画锅啊 你看 有的花锅是这样的 有的花锅是呢 还可以这样画 这样画 这个花锅呢 就等于是快开了 嗯 就这样 嗯 底下花花锅 它就 它就适合我们干嘛 再给你们脚掉这个 盖啊 花的这个盖呢 就是 花 嗯 生出来这一部分呢 最好是有颜色 比较弄暖 你看 你画那个 底下的干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木头的感觉啊 它是木头的感觉啊 它是木头的感觉 就这样 也是 尝尝 来 你看 这样可以长出来 一定要这个 就是 不要太软了 干得太软了 软了就不好看 木头的 就一定要画出那个木头的感觉 看 随着我 来 我跟你说 没得把你放过去 没得把你放过去 别说 我不接着了 这边 这边盖 下面就要 软着得弯 可能太直了 太直了就不好看 这样 现在呢 我给你们 这个直接这样了 不是我就吃掉了